近日,在甘肃兰州中川机场的定检机库里,女机物柴宗静和李荣正盘腿坐在狭小的后货舱里,进行线路改装工作。 在他们眼前的这一整面控制面板上,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来自飞机各个部位的电路神经线,颇为壮观。 线路粗细不一,有的已梳理整齐,打结捆好,有的分散在一边,拧成几团。 柴宗静告诉记者,维修部相当于飞机住院部,这一根根细线就如同飞机的神经,每次的检修和改装工作,就是要将这上万根细神经检查分类,按图改装,然后捆绑包扎,并把线路准确无误地接入飞机模块的每一个细孔里。 有时线路一多,就会交错缠绕在一起,需要极强的耐心,慢慢地一根根梳理,如同小时候给妈妈解毛线团一样。 这些线都是从飞机不同的部位来的,比如说有一些是从驾驶舱来的,有一些是从我们的电子舱来的,主要这种线它因为刚开始它是盘到一块的,然后那种不是就你拉斩它,它就会缩到一块就会特别容易,就是绞在一块。 所以刚开始其实做线的第一步应该就是把我们的线捋送了,然后再进行布线。 女生在机务维修这个行业非常稀缺,在甘肃分公司有150多人在维修一线,只有他们两名女性机务人员。 由于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和飞机打交道,被家人和朋友问及最多的就是,女孩子还能修飞机? 优势在于我们的心会细一点,然后可能也肯定有一定的劣势,劣势可能就是在于我们的力量不足,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平常换飞机的电瓶啊什么的,就是那个重量达到50斤,我们要从那个我们的电子舱挪下去的确实是比较比较费劲吧。 李荣一边用头灯罩着插线孔,一边指着如芝麻大小的字母告诉记者,这个插线孔旁边的字母和每根线都是对应的,只要有一根没有对应,飞机就会报故障。 改装完毕后会进行很多遍的检查,以确保交接出去的飞机各项系统万无一失。 柴宗静说,几乎的这项工作需要百分百的认真和责任感,任何一个步骤的疏漏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,严格执行看一条座椅。 有时候连续工作一天,眼前都是一根一根的线,秀完一架飞机都会拍张照片留念,满满的成就感。